我们第一主要参加比拼的是 一号位 杨迪 我往小的时候 二号位 高汉宇 三号位 苏醒 你一个觉得自己的声音是 我的声音可塑性还是很强 但是我声音一直都非常清脆 我就来一个 十五岁 大家好 这种 没有十五岁的男孩这么说 十五岁已经是少年了 十五岁已经 都开始变生了 就是你可能有点夹 他能判断你的真实那种 他可能会夹漏是不是 他会判断出你夹过的 对 二十岁 我觉得可以 二十岁 可以 那我就来个大姐的吧 老一点的吧 六十吧 可以 六十 我就选二十三岁 是我刚刚遇到何老师的时候 刚出道的时候 好精准 好精准 觉得自己的声音没有一点变化 完全没有变 我的声音最有可塑性 因为我就叫苏星 手点冷是吧 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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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烂了 星哥 我很抱歉 好 那第一个要为我们打样的 进行声音展示的就是狄哥 请看一眼你的台词 怎么 这么长 好 你先看好 来 准备 就是扛不住想你哦 我的天哪 是有点恶心的 你刚才说的是多少岁来着 二十岁 这是个妖怪 给我来啊 妖怪 正在分析 正在分析 你什么 大力夹紫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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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正确 好准确 因为狄哥夹得好大力 衣服洗好了 由你来固定 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在哪儿举报 真的很过分 但是狄哥 他对你的声音的艺术值非常肯定 你的艺术值甚至达到八十二 创造力很强 还举报吗 很有一 也嫌勉强 留他一手 你们要小心很准 六十岁我觉得汉语没问题 应该可以 我看好你 请看你的台词 女朋友问你打算在哪里结婚 你会说 结婚 就是 就在珠慕浪亚风暴 因为 那个时候 我高于一几 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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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地 地 好 这婚别结了好吗 你这个身体状况结不了了 结完婚就签遗产的那种吗 不是 因为你是六十岁 你的意思是我十年之后 就变你这样了吗 对 八十 八十了 你这 你该再多说一点的 你咳得太多了 你少咳两声就对了 我觉得这个软卷可以拿奖很准确 看好那七颗葫芦草 留着有大用 爷爷 放开我爷爷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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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叹上其多花 没想到还是我二十岁的大男孩领先 完了 我觉得我今天要被踢出去的几率又增加了 开始之前罗老师说了 今天要是不行的话 我就把你踢出去 你很有可能被我踢出去 一个是相差二十岁 一个相差十三岁 那么苏醒非常有可能能够拿到这八岁的减龄机会 毫无压力 毫无压力是不是 好 艾伦请看你的台词 好的 有人问你最喜欢哪个汉字 你会说 家这个词很棒吧 我带你回家 我们回家 回我们家 你不就是自己的声音吗 我对我的声音的年轻度很自信 不要超过三十岁 拜托 我觉得你赢了 三八三九四十 怎么这么久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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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对 你说这个APP 这个软件有运了很久 最终给你定了这个 也就是说 苏醒黎他自己预设的时间相差的是五岁 在这一组合得第一名 减八岁 提格减五岁 汉语你该对吗 多 idag 适合八十岁 八十岁的話 頭髮也沒幾根了 所以呢 點兒也是 那高漢語還差一顆點 汉宇哥这个还挺好看的 杨迪的话 我们的这个队友出个主意 小丁你觉得哪一个 再指这个吗 真的吗 这个太过分了 这个太过分了 一边说过分一边毫不犹豫 转过来在这边弄 我怎么觉得 我好像见过你这个样子 迪哥 大家好 我是枪祖小 大家好 我是枪祖小帅杨迪 枪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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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祖小帅 减零了迪哥减零了 这真的是十八岁了 冲冠我来了 哼 我可是我们队的队长 队长扣你了 我已经废了 但其实你在我心目中你是成功的 因为他听出了你是爷爷爷 谢谢 真的 只是你少说了二十岁 我觉得压力不大 因为汉语本身小 他还少 元帅 高二投机是挺大的 这里面谁的基数本来是最大的 安静了 没事 不聊了 现在苏昀减了八岁总不是最大的了吧 厉害了 其实我们这个组合平均年纪是最大的 有一句话我跟远远想跟小丁说的 小丁 拖累你了 没事 没事 现在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分组了 刚好是各位的节日 六一儿童节快乐 勇把同心的朋友今天都可以过节 所以我们也特别准备了各位小时候的照片 左上角是什么 能不能放大一点 尤其左上角那张 那是一块米波罗吗 为什么 远哥 远哥是你吗 但是我觉得每个小朋友都有一张 这个眉心带红点的照片 对不对 喜哥怎么把昨天照片发出来了 我觉得没有什么变化百分百还原 你看这个肉感十足的脸 还有这个若隐若现的酒窝 杨迪 我吗 你说那个鸵鸟是我 我还是相信 她是小丁 这个秦小贤 老秦 宋毅 没什么变化 罗云熙 我觉得罗云熙小时候的照片 就意识着将来要驰骋仙侠界 好棒 这张照片有故事的 我还没讲 你们看不看到那个发型 其实就是当初最流行的一个发型 叫做西瓜太郎头 那个头 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很流行西瓜太郎吗 然后我就这个发型 保持了大概也就三十年吧 我很喜欢这个发型 对 好 我跟大家讲 这些照片不要觉得是开玩笑 这些照片跟今天的这个游戏机制是相关的 是的 我们排名最后的朋友要进行这个照片复刻挑战 我们今天总共会分成三队 然后在每轮游戏结束之后 我们第一名的队伍可以每个人减八岁 第二名的队伍可以每个人减五岁 第三名的队伍不能够减平均年龄最大组的全员 和我们第二名的这个两个人要接受我们的这个惩罚 首先是我们的蓝队罗云熙是队长 然后是我们的宋毅高汉宇和张延祺 王队是我们的迪哥老秦和陈瑶 粉队苏醒丁晨和张远 每一队都有些厉害的 还有一些更厉害的人 对 好 接下来要靠各位的努力来减少自己的年龄 让自己找回初心 那各位就加油吧 好啊 好啊